1. 苏联十二战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大约有两千一百多万。 2. 在二战中死亡的每五名德国士兵中,有四人四局东线。 3. 据估计,大屠杀期间有150万儿童死亡,其中约有120万是犹太人和数亿万性是吉普赛人。 4. 出生于1923年的苏联男性,中有80%没有在二战中幸存下来。 5. 从1939年到1945年,盟军投下340万吨炸弹,平均每月27700吨。 6. 苏联盟军被指控犯有若干战争罪,包括系统的大规模QJ案,剧策被苏盟军强警监的13到70岁得的国妇女儿童,超过200万和冗族灭绝案。 7. 即使盟军抵达后,许多集中营囚犯也无法获得帮助,例如在贝尔跟贝尔森,解放后有13000名囚犯死亡。 8. 达豪的33000名幸存者,中有加2500名,在解放后又周内去世。 8. 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9年9月1月德国入侵波兰。 一部分人则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满洲时开始,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二战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 希特勒入侵波兰九,Max Heiliger,是SS用来建立一个银行账户的虚构名称。 他们把从犹太人手中抢来的金钱,珠宝存入银行。 10. 二战最漫长的战斗,是从1939年,到1945年的大西洋之战。 11. 二战期间,约,有60万犹太人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超过3万5千人遇难,受伤,被俘获失踪,大约8千人在战斗中震昂。 但是,在二战中只有两名犹太士兵获得荣誉宣章。 12. 1944年,旅宋岛战役,是二战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中规模最大战役。 麦克埃瑟指挥28万美军,对旅宋岛上的28.5万日军发起进攻,殲灭日军20万,美军伤亡4.7万。 而同一年年底,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在法国北部阿登比利时一线遭遇致命战役,在成美军最大伤亡8万多。 路边,旅宋岛战役中被击毙的鬼子尸体十四,纳粹关杀害了大约1200万人,其中将近600万人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杀的。 15、1935年,英国工厂师罗伯特·莫森瓦特正研究一种死亡射线,期望使用无线电波吹毁敌机。 后来他的死亡射线反而演变为雷达,以战时的防控针天气使用,许多犹太人遭受可怕的医学实验,例如,医生会用X射线, 照射男性高丸和女性暖潮,以观察不同剂量对不遇的影响,那翠尔医生也会反复打断骨头,看看骨头直至彻底无法预合之前可以打断多少次。 他们用锤子敲击人们的头颅,看看他们的头骨有多大成瘦力,还进行实验以确定大气压对身体的影响。 有的囚犯被注射不同的药物和病毒,肢体被截肢并且短肌肉进行移植实验。 十七,约瑟夫门格尔博士,死亡天使,有了大约三千名双胞胎,主要是吉普赛人和犹太人的孩子。 他的痛苦及饮食验中,只有大约二百人幸存下来,实验包括服用一个双胞胎的眼球,并将其贴在另一个双胞胎头部的背部或通过注射染料来改变儿童的眼睛颜色。 他甚至将两个吉普赛双胞胎被缝在一起,试图制造连体双胞胎十八。 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汪西会议上决定实施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 Hybrid Heimler是其首席设计师,而据资料显示最早使用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 意思的是在1899年,处理关于犹太复活主义的沙皇密古拉斯的备忘录中。 十九,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到1943年, 不仅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终解决的战役八十万160,000人。 而且也是二战在欧洲的转折点,在亚洲的转折点,应该不是平安县成格的战役。 二十,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国防预算从19亿美元,增加到598亿美元。 二十一,空军是二战时期的陆军的一部分,直到战后才成为军事的独立分支。 二十二,一九四一年,美国,个人收入每月21美元。 一九四二年,每月挣50美元,二十三,二战期间建造了65万多辆机普车。 美国工厂还生产了30万架军用飞机,八万九千辆坦克,三百万只机枪,和七百万只步枪。 二战期间美国战机生产着歼二十四,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其中包括梅塞施密特M1262,但是,已无法改变战争的进程。 二十五,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汉堡被称为自由牛排。 以,与德国汉堡的名字划清界线二十六,约瑟夫和兰默1906到1945年,是贝尔跟贝尔森集中营的指挥官。 被称为贝尔森秦兽,当被问及当他看到并参与屠杀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时,他感觉到了什么? 克莱默说他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他只是遵从了命令,后来他因反人类罪被处死,整人无限服从命令就正确吗? 约瑟夫和莱默二十七,威廉希特勒,阿道夫吉特勒的侄子,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 战后隐姓埋名,二十八,纳粹分子杀死了数百万波兰人,但他们认为一些波兰婴儿和孩子是德国人,并且报价了大约五万人被德国父母收养成为德国化。 二十九,纳粹到巴哈佛大学的Fight Fund,组成C-Pile,生育万岁,游神队伍游神。 三十,二战期间在德国优型潜艇上服役的四万人中,最后只有一万人生还。 三十一,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总统想要买一辆防弹车。 然而,因为政府法规禁制卖车,花费超过750美元,一直无法找到一辆合适的车。 最后只交戈黑帮阿尔卡腾宁讨税被捕,他的车被没收成了总统的座驾三十二。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九日,罗斯福颁布,第九间零六十六号生人命令。 美战方根据这一命令,要求在美的日益到指定地点集合,统一分区集中安置。 可以说变相的拘禁,有些是刚到美国的第一代日益,也有很多出生在美国的日本人。 三十二,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装备部队,是第四百四十二部兵团。 他们的最右名是走向失败,他由日益美国人组成。 直到二战结束他们,一共赢得了四千六百六十七个主要奖牌,加奖等。 其中七次总统部队加奖,101空降师也只获得两次,陆战一诗,三次,二十一位荣誉勋章,其中二十枚位战后追守。 整个二战,包括战后追守美军荣誉勋章,总共只颁发四百六十四每五百六十个阴心勋章,其中二十八个有像树叶醋,四千个同心勋章,五十二个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他也受二战美军练练,最高的团体建制很多日益年轻人选择了参军,用血和生命,位在集中营里的亲人们争论了荣誉。 也像其他美国人,证明日益美国人是美国人,终于美国三十四。 1943年7月4日至22日,德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坦克战,共涉及三千六百多辆坦克。 玩坦克世界的孩子应该熟悉库尔斯克,三十五。 苏联的战俘引领,战俘死亡率达八十百万号以上,三十六。 在战争期间,德国总共有三千三百六十三名将军,而美国刚刚超过一千五百名。 三十七,喜特勒上台后曾设想让大众打造一款人民的汽车,让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战争爆发后就没有然后了三十八,因那岁的要求。 在1933年3月至6月期间,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开展了书籍宣传活动,学者和大学生焚伤,被认为含有非德国人思想的书籍。 被当作目标的作家学者包括杰克伦多尔、H.G.威尔斯、托马斯曼、希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德国诗人海伊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年,在希特勒前的一个市集曾说,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会烧人。 39、1941年7月14日,苏联引入了一种新型武器——卡丘沙,可以在25秒内发射320枚火箭。 50多年后,卡丘沙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轰炸狂漠。 40、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总统想要买一辆防弹车。 然而,因为政府法规禁制卖车,花费超过750美元,一直无法找到一辆合适的车。 最后支加哥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尼套税被捕,他的车被没收成了总统的座驾。 41、英国首相内雷尔·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错误。 但他的辩护人声称他为英国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战争。 42、在1928年的12月中,只有不到3%的国人投票支持纳粹。 然而到了1938年,希特勒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经济危机助长了全球范围内的不满。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扑平了道路43。 1974年,一位名叫Haironota的日本士兵1922年到2014年, 从东南亚鲁宝群岛的丛林中走出来,他在那里躲藏了29年,仍不知道他的国家已投降。 44、二战后日本和俄罗斯,从未正式结束敌对行动。 2000年他们签署官方和平条约的计划,因为北方四岛的争议流产。 45、从1942年起,太平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使用纳瓦或语,作为他们的密码。 该语言没有现有二战技术的词汇,所以必须赋予现有词汇新的含义。 例如,风鸟DA-HE-TI-HI-HI,这个词就成了战斗级的代码。 大约有400名纳瓦或印第安人接受了使用代码的培训,而日本人始终为能破解它。 46、苏联在20年代末第一次使用散兵。 30年代最先建立了散兵部队,二战中盟军广大应用。 47、在二战期间拯救士兵生命,的最重要的医疗进步是输血。 48、1939年,纳瓦开始实施一项安乐死计划,其中8万至10万名残疾,智力持断或精神错乱的德国人被实施安乐死。 此,该方案设在柏林的第二加藤大街4号,并被称为TI-4方案,该计划因为反对声音市长,于41年取消。 希特勒关于TI-4方案的手续49,毒气室第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以打破战壕作战将局。 尽管所有大国都拥有化学武器,但只有日本在中国和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在二战期间使用过它们。 50、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达到5000万至7000万人。 其中80%以上来自四个国家,苏、州、德国和波兰,其中一半以上的伤亡人员是平民,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51、家竹桃是广岛市的诗花,因为它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后第二年竟开花而门鸣。 大将剑三郎在广岛杂记一书中写道,在原子弹爆炸的土地上,七十五年间将寸草不生。 可令人欣慰的是,一年春天,巨爆炸中心一公里的广岛住民景点,苏景园内的家族塔率先默默蒙发新枝,展业,突累,给绝望了市民带来生的慰藉和希望。 And新小编的小心愿01,看完文章,记得给我点个赞,如果你有什么补充,就到留言区讨论吧02,如果你觉得文章不错,就动动你的小手,分享给你爱的人吧。